年轻艺术家林孟璇、徐子婷 导览自己的作品 展现有创意 又结合生活实力的艺术呈现 让前来参观的各校校长都相当赞叹 并且都听得非常投入 这边的一个展出相当多元 那这一次是特别从造型这边 所以两位艺术家从整个环境的布置 跟整个情境的一个营造 也给我们所有的师征不同的一个感觉 也希望社区里面利用在新年之后 这段时间在三半年时间都欢迎来到这个展场 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造型艺术的一个主题的展现 这个展览其实他们就是从工艺的角度来切入 那把他们的造型美感带到他们的作品里面 那从他们的作品里面你可以看到 他们对心灵以及对这种自然的这种濡目 这种仰慕之情 然后表现在作品当中 水里上工邀请到两位年轻的艺术家 林梦璇、徐子婷前来举办造型艺术连展 很有创意的造型工艺品 有用部、金属等材料设计的装置艺术 展现出两位艺术家活泼生动又生活化的创作理念 是小环境的小小的停留 或者是在一个居住地长期的居住的状态 其实都是一种期 那我们在如何在这些期里面去诠释说 我们所遇到的美感 或者是说所遇到的感动的时刻 我们去把它做成这些作品 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 或者是说小感动的一些温馨的小元素 然后去对应到自己的生活状态 然后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可以发现更多的美好 那透过金工和纤维两种不同的媒材 去展现生活中的小小故事 然后有宠物和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与亲人的关系 跟环境与开发的关系 还有一些物与世界的关系这样 就是说因为它是这样子穿上去的嘛 所以你会觉得说 感觉一直要飘上去那种感觉 以期为主题的造型艺术连展 是出自两位年轻艺术家 林梦璇、徐子廷的发想 并亲手打造精美作品 将在水里上宫展出到2月17号 校方推荐水里乡亲 可以前来参观 欣赏艺术生活化的精美展览 记者下期水里乡采访报道